孙老师 那我再多加一个小问题 就是像我们这个铸藏轿 它还都有哪些结构呀 铸藏轿的建筑形式还蛮多的 我带您去看一看 孙老师 那像咱们这个铸藏轿 它是什么结构呀 咱们这个铸藏轿呢 是一个点形的非字形结构的铸藏轿 您看这个穿肠呢 就是非字形的空间 然后两边的这个铸藏轿呢 就是咱们非字形的小翅膀 所以这是一个非字形的一个铸藏轿 对 另外还有一种呢 就叫三体铸吧 三体铸就是一个空间 是一个铸藏轿 那还有别的种类吗 但是就是这两种 所以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市面上 那么比较多的是哪一种啊 都有 就根据它当地的地形地 还有一些公共的要求 可以在这两种地形地形成组 哦 就是这样